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少量哥 格斗虽然是一项非常激烈的运动 但是同时也是充满着危险 内台打死人的事件也是平放 这确实也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场内台打死人的比赛 是由俄罗斯选手达达谢夫 对中波多里格选手马蒂亚斯的比赛 赛前达达谢夫的战绩为13战13胜 其中11次可以有对手 而这个马蒂亚斯赛前已经取得了13战13胜 其中13次可以有对手的不败战绩 可以说也是位顶级的职力派拳手 比赛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比赛的时候 马蒂亚斯先是以重拳击辅先发自能 不过达达谢夫亚布斯洛马上已连续赤拳还以颜色 而后马蒂亚斯以组合拳中击了达达谢夫的头部 不过达达谢夫可不是那么好击乎的 马上以凶猛的后手拳打了回去 第二回要个时候双方奥法不说 马上进行了GDLU双门对拼 紧接着达达谢夫尝照 马蒂亚斯以左勾拳再次中击了面部 接下来双方再次开启了护拼模式 真口味是护不相拉 而后在双方对拼过程中 马蒂亚斯竟以重拳打到了达达谢夫的后脑杀 马蒂亚斯也散召裁判警告 紧接着达达谢夫开始发力以组合拳回击对手 不过马蒂亚斯能够保持场场KO的对手 也是有原因的 只见马蒂亚斯似乎已经摸清了达达谢夫的全环套路 接下来只见达达谢夫多次散召 马蒂亚斯也连续中拳中击了头部 当第10回忧铃声敲场后 马蒂亚斯竟补拳中击达达谢夫 马蒂亚斯又再次散召裁判警告 比赛进入第11回忧的较量 只见二者再次进行了激烈对变 不过在此过程中 达达谢夫再次挨到了马蒂亚斯的多次中击 这也让达达谢夫有点被打闷了 当第11回忧铃声敲响后 只见达达谢夫滴滴撞撞撞走向了围城角落 因为发现达达谢夫的眼神已经有点迷离了 他的裁判建议达达谢夫直接放弃比赛 但是达达谢夫却摇摇头表示自己还能打 但是已经于心不能的教练还是放弃了比赛 最终马蒂亚斯以TKO方式赢下了比赛 再后达达谢夫被参夫出擂台 最后达达谢夫被当价推了出去 直接送进了围院 而后达达谢夫陷入中毒昏迷5天后不治身亡 这也是一件让人非常惋惜的事情 全场比达下来达达谢夫被暴打了300多拳 这也是他陷入中毒昏迷不治身亡的最主要原因 也希望不要再出现类似的事件发生 不然会让那些由衷的热爱 到最后却成为了他们永远的羡慕侵扎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下体育再次 有我大小相伴 我们下期再会